欢迎各位学弟妹们参与亚洲大学111学年度线上新生入学实业室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曾玄 我是嘉伦 我是玉云 我是思雨 因为疫情的关系为了保护各位贵宾及新生 我们透过线上的方式来举行这次的实业室活动 为了迎接各位亚大新鲜人 亚洲大学可是非常用心准备了一连串的新生入学辅导课程提供给各位哟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各位打起精神 跟我们一起认识亚大这个美丽的校园吧 接下来让我们诚挚地邀请亚洲大学大家长蔡敬发校长 为我们今年的实业室揭开序幕 各位亚洲大学的新生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加入亚洲大学即将开始一段崭新的礼场 亚洲大学刚满21岁跟很多同学们一样充满活力希望及行动力 大学是求知识求学问的地方 大学和高中不同 在高中你要修的课是固定的 而且每天排得满满的 在大学除了你本科专业课程 同学有很多的选择 而且有很多社团可以参加 培养你的兴趣 社团活动可以学到正式课程学不到的知识 如活动的鬼话 沟通的技巧和领导统一的能力 并且可以交到不同系 不同专业和不同背景的同学 这些都是你毕业后在社会上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和社会支援 所以在大学的岁月 最重要的是透过各种学习的机会和经验 发掘自己的优点和潜力 立定目标 努力不懈 你一定可以成功 学家提供很多的知识和机会 帮助同学成功 如AI程式精英班 在这个班 我们安排各种训练 演讲实作 同学可以额外学到AI程式技能 并帮助同学参加各项AI竞赛 过去三年 我们学生以后都超过80多项的AI大奖 国际竞赛方面 积极辅导学生参加国际设计及花名大赛 过去学长姐们勇夺德国红点IF 日本GMark 美国纽约ADC等国际设计大奖 帮助同学站在国际舞台 与世界青年一同较劲 亚大与联系8年参加国外最好的设计比赛 在一般大写里面表现第一名 另外亚大米西西几班英语简定班 专业证照班及国考班 同学可以利用晚上及假入 参加这些免费证照课程 考取多义托乎等证照 国考班学之同学考取证照师 包括律师、会计师、护理师、视光师、 心理师、社工师、幼教师、营养师等 意见学院及护理学院各系的国考通过率 也超过前果平均 帮助同学胜利就业 让你在就学期间 就能有证照为未来职场加分 亚大积极建构智慧校园环境 提升学生世卫学习制止跨越学习的能力 同时应用手学的专业 推动联合国SDGs勇系发展的议题 规划节冷简单、净冷排探、学场 更举办校内师生勇系实践竞赛等 将勇系发展融入教学与研发 促进校园勇系 提升师生永远关怀、环境勇气等 意识及行动力 在国际化推动方面 积极培养学生国际移动力 学生进来亚大就可以接轨 国际一流大学 像意大利、威尼斯、波罗人士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澳洲西学里大学、美国凯斯七十大学党 继续对动318计划 学生必备三种语言 学士四年至少出国一次 透过八大途径碰同学们出国学习 就学期间 栽培同学到各国研修、实习、教育生、双联学位、国际竞赛、国际志工等 全力准备学生在全球浪角下 勇于实践梦想 雅州大学除了培养学生专业力、国际移动力外 实行三岛制度、三品教育、五创学院及志工大学 让关怀美学创意及人文饰养成为你专业能力的根基 雅大有安藤宗雄设计的现代美食馆 让美学教育落实在入场 雅大的互设演扮演社区健康照护及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场域 中亚联大的成立 让学生享有辅系、双子修的教唤生代役 享有两校教学资源 这些创新课程及软硬体设备 要做学生坚强学习的后盾 最后,勉励同学们保持好奇心、激发创意 跨出输出线、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并对周遭互施关怀 再次欢迎你们来到亚洲大学 为学校带进一股清新的正能量 青春只有一次 年轻的各位没有极限 大胆尝试、努力、实践、梦想 细细你们未来试点努力 活得精彩、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泰校长的致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校长帅气的样子呢? 当然了,我在校园里就遇见校长好几次了耶 那你也太幸运了吧 我一直以为大学的校长都只会在大活动出现耶 其实校长都穿梭在校园里的各个角落呦 没错,如果之后在校园里有遇见校长的话 也要拿出你们的热情跟校长打招呼哦 接下来是防疫宣导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亚大的防疫宣导短片吧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亚洲大学 我是健康中心主任林秀珍 想跟大家分享可以怎么成为幸福又健康的大学生 首先要知道进入大学之后有三多 第一多叫做压力多 面临不同的课业学习、考试方式 还要认识新的朋友有可能有离乡背景 所以压力多 第二多叫做肉多多 进了大学之后可能跟同学聚餐、社团聚会 还有宵夜每日都有外食的机会 所以可能肉多多 第三是最重要的叫做钱多多 其实健康中心有所谓的免付费的心理资商 还有很多心理成长讲座 还有戒烟咨询课程 还有营养瘦身等等的相关活动 过去我们经过非正式的调查 发现大部分的学生会进入开始抽烟 原因来自于压力大或者是同才学习 所以这时候我们第一个针对压力多 要推荐大家无烟套餐 为了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 其实行政院在今年的1月13号 通过卫福部的烟害防治的修正法案 有三个重大的改变 第一个除了传统的止烟禁烟之外 其实电子烟也会全面禁烟 还有加味烟 第二个吸烟的年龄将停 对不起 禁止吸烟的年龄将提高到20岁 第三个各级学校全面禁止吸烟 在讲诚办法里面会受到惩戒 所以我们是很认真的在宣誓 教职员工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是无烟校园 同时也聚吸二手烟 然后我们是反烟的 第三个是我们也聚烟 我骄傲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肉多多的部分 这时候想推荐同学第二个套餐 叫做健康套餐 根据我们过去的108年109年跟110年3年 新生的入学的健康检查的报告 发现呢 学生BMI大于24 符合卫福部所谓的过重的情况 从108年100个人就有43个人 到110年有49个人 意思就是说 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 BMI是大于24 叫做过重 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均衡饮食 然后跟肉肉来分手 第三个部分 防疫套餐 过去的三年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在新冠肺炎的防疫期间 所以呢 要提醒大家 在新冠肺炎依然疫情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要推荐给大家 防疫套餐 第一个还是戴口罩 那有颜色的面朝外 第二个请洗手 第三个 如果可以的话 请尽量接受疫苗的注射 第四个叫自我健康监测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健康中心也准备了一个礼物 送给所有的学生 所谓的额温小卡 那大家都可以利用额温小卡 自行检测自己的体温的变化 那如果有一些状况 请你随时通报健康中心 万一确诊了 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 怎么办 可以做通报 第一个画面上你看到健康中心的防疫自主通报的QR Code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在学校的亚洲大学健康中心的网页上面也会看得见 所以万一如果确诊了 请你务必要自我通报 那通报之后 我们的护理师会跟你联系 提供护理咨询关怀 第二个部分 当然请你一定要通知你的导师 让导师知道你的一些状况 第三个 如果你是校内的住宿生 务必要主动告诉宿舍 或者是射间 让射间帮你安排防疫宿舍 同时呢 请你要告诉你的同寝的室友 这时候同寝的室友 需要密切的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状况 然后 以上就是健康中心为大家推荐的三种套餐 无烟套餐 健康套餐 防疫套餐 祝大家大学四年生活幸福又健康 看完刚刚的防疫宣导影片后 各位学弟妹们 有没有对亚大的防疫措施更清楚了呢 当然有啊 相信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也建立了不少正确的防疫观念 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亚大的各项防疫措施哦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没错 也希望疫情可以赶快结束 话说玉云你来亚大这么久了 你还记得小哥要怎么唱吗 唉 太久没唱了 我都快忘光了 别担心 我们都安排好了 让你有机会重温一下小哥到底要怎么唱 也让舍弟妹们一起来学习 接着让我们掌声欢迎 吴力姐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小哥交唱 嗨各位大一的同学大家好 呃 欢迎你们加入亚大的行列 我是同事中心吴力姐老师 也是今天教导你们唱小哥的老师 好那在唱小哥之前呢 我会先来解说一下我们小哥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一段一段来教导同学来唱小哥 好OK 那我们的小哥呢 其实很简单哦 总共分成三段 那第一段呢 是连绵的山峰 海阔天空 一直到他的第四行 清新的学峰 和谐健康 这是第一段 那第二段 从喜悦的心 飞跃的情 一直到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这个是第二段 那第三段呢 是从追求卓越 迈向国际 到这个昂首跨步 向前行 那向前行这边有两次 那其实他这边会有反复 所以呢 第一次的向前行唱完之后 我们会再从第二段 喜悦的心飞跃的情 一直再唱一次 一直唱到昂首跨步 第二次的向前行 然后整个结束 我们小哥的一个进行 大家有个概念之后呢 老师开始一段一段的教同学来唱哦 好第一段 连绵的山峰海阔天空 好老师一句一句的带你们唱哦 连绵的山峰海阔天空 第二句 自然的美景 自然的美景 微微台中 第三段 第三句 智慧的纯真 晨智善良 智慧的纯真 晨智善良 第四句 清新的雪风和谐健康 清新的雪风和谐健康 OK 好 那第二段呢 喜悦的心 悲悦的情 教学研究 服务管理 拥抱一切希望 实现终身理想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这个歌词少了一小段 它跑到下面了 好 那这第二段 它的节奏稍微快一点点 所以老师唱慢一点了 喜悦的心 飞悦的情 教学研究 服务管理 拥抱一切希望 实现终身理想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OK 好 第三段 追求卓越 迈向国际 昂首跨步 向前行 这边唱到这边之后 我们会再反复 从B段 唱到这个 反复的地方 就是向前行第二次 那第三段的旋律 其实跟第一段很类似 只是它的节奏 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的歌词不一样 字数不一样 所以就有点点差别 好 追求卓越 埋向国际 昂首跨步 向前行 好 这边唱完之后 我们就回到第二段 就是从喜悦的心 再反复一次 我们再唱一次 喜悦的心 悲悦的情 教学研究 服务管理 拥抱一切希望 实现终身理想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好 第三段 追求卓越 埋向国际 昂首跨步 接下来第二次的向前行 向前行 然后整个结束 整个笑歌 好 同学 是不是学会了呢 应该是不难 但是只要唱熟了 应该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试试 看我们配合音乐版的这个笑歌 我们再来唱一次 好 这边是一段前奏 待会老师会提示你们 就开始唱 准备哦 好 这边是一段前奏 脸面的山峰 海阔天空 自然的美景 好 这边是一段前奏 好 这边是一段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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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段 实现终身迷想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追求卓越 白象若迹 放手花木叶翅 相见你 好的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无力姐老师教我们唱如此清新的校歌 玉云 那你现在会唱了吗 会啊 老师真的很用心在教大家唱我们雅大的校歌 那看在老师这么用心的份上 你要不要来小唱一段呢 呃 先不要好了 免得大家把荧幕关掉 就看不到后面更精彩的内容了 好啦 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校务研究发展中心 针对110学年本校执行教育部高教生根计划的成果报告 掌声有请校务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吴聪能副校长 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那我想首先代表我们亚洲大学 欢迎各位同学加入我们亚洲的行列 那当然在整个亚洲大学来讲的话 我们第一个要跟各位来谈到的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根方面的一个特色 那对于亚洲大学来讲的话 我们从生根在这么多人来的话 我们得到了许多的一个帮助 我们也建立非常好的一个教跟学这方面的一个系统 那首先的话我们要跟各位同学来报告的就是说 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的话 我们是一个AI大学 也是一个志工大学 更是一个美学 重视美学的大学 也是一个国考的大学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综合大学 那这个首先让各位同学能够了解一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每个学期里面的话 都会跟各位同学 我们利用不同的族群 就是群体 我们来跟同学有约 来了解同学的需求 然后我们尽量来协助同学 在教育学上的这种困难 或者是让你们能够更 能够有更好的发挥的一个机会 那首先我们带来看到 这16年来我们在这个教学卓位 跟生根计划 我们得到了非常多 大概将近10亿左右的一个经费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从我们在103、104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进入了三个 世界大学的一个百大的一个排名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亚洲大学的一个转捩点 那当然接着我们会提出 更多的一个交易协方面的一个计划 首先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 就是所谓的精准交易 这个大概在我们全国里面的话 大概只有我们亚洲大学独有的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是对于 各位同学你们的学习历程的一个 诊断跟预测 那第二个阶段的话 就是预环性的一个辅导 第三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推出了五级平保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 我们首先是利用 各位同学的一个学习历程 那然后来诊断跟这个预测 然后提供个人化的一个 学习的路径 那首先我们这个的话 大概都非常的成熟的技术 我们根据你们的学长姐 一共有一万两千多名的 学长姐的一个资料 他们过去学习的经验跟履历 那我们利用 就是深度学习的一个技巧 跟multiple version的话 我们大概共同来预测 那我们准确率高达90% 也就是每个同学 在完成大一以后 你们都有一个拭目字 这个拭目字就是 你的所谓的毕业率 就是成功率 或者是退协率 那这个的话 大概我们大概就了解到 你们随时可以在 我们的平台上面去查阅 你被当掉 或者你被退协 甚至你成功的几率 到底是多少 那这样我们随时来提醒各位 那当然我们的导师们 会跟你们来提起这方面的 我们只是要让各位了解 你的学习的方法 到底对不对 你的学习态度 有没有需要进行改进的 那这个我们会提供 给大家做参考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 Line Add的一个功能 那让我们同学 能够有效地 这个掌握学习的一个情况 那在第二阶段的时候的话 我们首先就根据 你们入学来的一个 这方面在高中方面 学习的履历的话 我们把你分成四个群 那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不可能有一本教科书 适合我们两千两百多位 甚至三百多位的一个 新生来使用 所以我们就帮你们 做一个分群的动作 可能就有些学习绩效 比较可能落后一点的 还有学习技优的 甚至大部分 大概有90%的学习大众群 另外一个就是 有狗考的科系的族群 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类的话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 视信学习的一个机会 另外的话 我们的跨艺学习的话 也推动得非常的熟悉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培养 每个同学都能够有两种 这个专长以上 两种专长以上的话 这个是在我们社会 就业市场里面所需要的 所以要有跨领域的学习 另外的话 我们利用弹性化的课程来设计 那自主学习的话 能够来创造你们学习的管度 那你们去做 自己想要学习的课程的规划 然后让在老师的指导下的话 你们可以去做你们喜欢的学习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会绑在课堂上 或者是我们学校的这种 比较硬的一个规定 那另外的话 我们在这里要跟各位来谈到的是 我们的学习以后的话 我们有许多的一个科目 将近我们有二分之一的学习的话 都是可以参加高考 要有高考以后的话 大家可以了解到 那我们的就业市场就比较顺畅 而且我们的就业薪资 就可以比较增高 那我们学校的各个学系的话 大概我们变成的国考力的话 都高过全国的平均值 那希望新生面的话 可以能够在这方面的话 能够来保持你们学长姐的一个传统 那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国考力 能够增高 另外有一些非国考的科系的话 你也可以利用虎西酸主修的方式 来参加 参加以后的话 你虽然说非这方面的科系 但是最后的话 你会拥有参加国考的一个资格 那这时候的话 当然对于毕业的同学来讲的话 会比较能够有帮助 那另外的话 我们的课程写文化 还有这个制度的话 这个方面的一个弹性的话 都让同学的话 比较喜欢这个学习 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我们不希望能够硬帮帮的来推动 那另外的话 在分级教学也是我们学校首串的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级的分级 刚刚有入学的分级 另外在这里的话 我们大概中文力 英文力还有资讯理论 我们都有分级 然后让各位能够去 就自己的视信学习 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A级 或者是每一个人都要做最好的 至少我们就根据各位的能力 我们去来绑住 你们应该是在哪一级的学习 这样的话 才是我们符合视信学习的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另外的话 我们在乐师跟我们老师 共主酸师教学 这方面的话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 能够学到可能一些课堂上 学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江振陈老师 王沟雄老师 还有陈文谦老师 这些的话都会带来一些 外面业界的一个新的东西 另外学校非常注重PBL 那这些PBL的话可以融入课程的一个教学 那非常活化 非常活泼 你们的学长姐们 他们都很喜欢这个PBL的一个教学 那另外的话 当然我们整个亚洲的话 大概是因为我们AI大学 所以我们在亚洲的智慧教育云方面的一个 知识系统的话 我们会来推动这方面的一个世卫学习 还有我们的谋课师 那谋课师的话 大概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表格上 那这个表格上的一些课程的话 那你们随时可以就登录下来 来做这方面的学习 那这方面都有写分的 那所以我们利用谋课师 这方面的固定的那个话 提供给大家学习的一个参考 那还有的话 我们当然会希望你们能够 参与世界名校的资源 那包括我们台湾到台城金交 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OCW 就是开关性的课程 那你在网络上学习 你在网络上学习 拿到他们通过了一个证件以后的话 回来以后的话 我们学校会补助 那包括那个证照的费用 或者是在学习过程中 所付出的学校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都可以帮你们来负责 这是我们深更推出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的话 当然我们鼓励你们多元学习 就是说你不要单靠一种专业 我们希望你有两种以上的专业 这种多元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来提供前里路的一个辅导 让你们在整个四年内的亚洲的这种生活的话 能够走得更顺畅 另外的话我们当然辅导 不同的一个管道入学的新生的话 能够有不同的一个学习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左下方这个表 在这里面的话 你进来学校的管道不一样 我们就有不一样的教学的方式 让你们去学习 那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推动的都还不错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不同管道的入学管道的话 那你们就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其实学校在这方面的话 都有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另外的话 如果说有一些经济比较不利的同学的话 也不要担心 那学校已经推出好几年的共生银行链 在这里面你们可以找到属于你们所需要的银行 来做自己的一个往后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的话当然我们在研民生方面的话 也有这个强调研制中心的一个辅导 那这方面的话我们就希望 我们研民同学可以在这个友善的校园里面 能够来有良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 那当然在整个晚上的学习方面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来接轨职场的一个食物学习 那不要因为我们可能家庭上的一些不方便 而来导致你在学习或者是在见习 甚至在实习上的不顺利 那这方面的话 我们学校都尽量来配合大家 那当然学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就是 即使你毕业了 那我们还是把你当作亚洲的学生 我们继续会关怀辅导 而且追踪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 当然我们希望看到你 你对家庭来做这个社会的翻转 那这是我想是我们亚大教育的目的 另外还有一个在这里非常重要 跟各位来提醒 我们有一个4加X 就是说你在4年内 你可能有虎系专属就没有完成 没关系你先毕业 那也许你要先就位 那就完业以后的话 当你在经济或者在能力上 在时间上许可的时候 你这样可以再回到学校来 进行这个后面的X 那这时候你可以再补修 把所有的学生修完的话 我们一样给你虎系或酸组修的一个能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关怀延伸学习的辅导 这是目前我们推动的 那5级平保 我们在这边的话就不特别去强调 这个最主要是要让我们亚洲的教学的品质 有把握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其他学校大概都只有三级平保 我们推出的是五级平保 那这个的话大概 我们最主要是要确实 大家学习的品质 能够符合我们的规定 好 那在人才培育的方面的话 我想我们各学院的话 都有我们的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左上角 那在这里各个学院都有这个设定一个目标 要培育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各学院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在这里就不从物 但是要跟各位提醒的是 我们有一个虚拟学院 这个虚拟学院就是要加之 你们的一个跨域 人才的培育 各位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有帮忙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中亚联大 中国跟亚洲的话 那大概两个是姐妹校 那在这个姐妹校的话 我们可以畅通跨校的休克 那到目前为止 有几位你们的学长姐 他们在亚洲毕业的时候 他们同时有中国一的毕业证书 那各位可以了解到 两个学校 两个学校同时的毕业证书 当然加值了 他在职场上的就业跟薪资 那很多业界的老板 他们也希望看到 你有两个专长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上任这个管道 你进亚洲 你可以顺便得到中国一的 这方面的一个教学的资源 实习的资源 那这是我们大概在国内 是得天独火的一个规划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串新 跨域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的话 国际设计竞赛的话 连续八年 是高教系统里面的第一名 那这方面的话 大家可能在这个 整个设计学院里面的话 大概会还有一些这个尝试 我们这里的话就不谈了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人工智慧学院的话 AI 那AI我们称为AI代表 就是我们不管哪一个系 不管哪一个学院 我们都在AI方面的话 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 那以后我们还有 AI的全国会考 那这方面成绩出来的话 我们大概就可以来调整 我们的这个AI教学的一个脚步 这是全消性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目前的话 AI加X的跨领域学习的话 人数已经累积到1636人 所以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方面的话 多努力一下 另外我们在亚美学院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学校对面的这一栋 这个亚美馆 那这个亚美馆的话 大概是我们国内首串的 也是我们台中教育界的定标 那我们以三品教育 淘售量上的一个品格 那四位活动的话 课程化 维学文化 那所以各位到学校来以后的话 应该都到亚美学院走走 那我们美术馆有什么展览的话 你们大概都可以展览一下 另外在国际学院方面的话 我们有318的出国的一个这个计划 那让我们的同学能够有出国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我们就是希望能够 你们有这种国际的一个视野 那这样的话对你们以后 在人生的规划方面的话 能够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忙 那另外的话我们在公共性方面的话 我们也要落实学生效务的参与 所以我们各种委员会 都希望能够有学生的参与 那当然也不可能全部的同学都参与 但是我们至少会有学生代表 来为你们发声 然后也可以把会议中的一个结论 能够转述给各位 那这个是我们校委民旨的规划 那另外的话当然我们有社会责任方面的话 各位可以了解到学校好不是好 是应该在我们学校旁边的社区也应该要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责任的实践 还有一个这个表非常重要 我们有联合国十七项的这方面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亚大律生 我们目前正在这个提案 那希望各位新生也能够来参与 那参与以后的话不但有奖金 而且在这方面参与联合国的一个计划的话 是一个对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希望各位同学有机会 老师在问你们的时候的话 你们能够踊跃来参加 那各位最后看到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从实业室开始一到毕业 一直到后来的这个延伸学习的话 都是我们亚大对于学生方面的一个照顾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从你们实业室 这个礼拜是新生桌 下个礼拜我们实业室开始以后的话 一直到你们闭完业 我们还是继续照顾你们 甚至你们毕业以后 我们还是要关怀 这个请各位同学能够来了解 目前深耕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的话也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加上我们的LINE8 我们有重要的信息 我们会在这上面提供给各位 那最后的话祝大家新生桌活动愉快 谢谢 谢谢吴聪能副校长的介绍 亚洲大学致力于高教深耕计划的成果 真的非常丰富呢 那亚大除了深耕计划以外 还有别的政策吗 那你也太少看我们学校了吧 亚大也是很注重国际化的 像是亚洲大学有推动分一八计划 主打让学生学会三种语言 一次出国机会和八种出国途径哦 真的那我也好想出国哦 那你就认真一点 说不定会有海外实习的机会哦 蛤 除了出国当交换生以外 还可以出国实习哦 那当然除了出国留学和实习以外 还可以出去国外当国际志工哦 哇 听你这么一说 亚大真的对于发展国际化下了很多功夫呢 想知道更多有关国际化的内容吗 那我们就邀请国际学院院长来为我们做更详细的介绍吧 掌声欢迎陈英辉院长 好各位我们亚大的新同学 欢迎到亚洲大学 我是亚洲大学国际学院院长 也是人员社会学院院长 我想今天借着最难得的新生训练机会 跟同学报告亚洲大学如何进行国际化 亚洲大学在国际的所谓声望 国际大学的排名 以及我们同学到世界各地去移动的情况 当然同学马上问 为什么亚洲大学对国际化那么的重视 因为基本上高等交易的本质就是国际化 何况今天人才因着全球化的关系 在世界各地移动 所以亚洲大学最最主要的是培养台湾的国际人才 那我就用简单的十几张这个简报档 跟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甚至可能有一些家长来报告一下 亚洲大学国际化 国际化亚洲大学 我想这是我们学校的定位 其实学校创校以来对国际化就非常非常重视 所以在我们学校的使命地略里头 把重视人文 重视教学研究 跟国际化列为我们学校的重要的教育使命 那我想因为学校对国际化重视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英国太晤士报跟上海交通大学 对世界大学的排名 它当然也有年轻大学 也有新兴经济体 还有世界大学排名 我们很多同学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 在整个所谓50岁以下的大学 亚洲大学在全世界排在100左右 在台湾仅次阳敏交通排在第二 那以研究为主体的上海交通大学的评比 我们亚洲大学在全世界是排在800多位 在台湾是在前10位 所以同学跟家长应该很放心 你到亚洲大学来 等于是到了台湾的前10大大学 等于到了全世界的百大大学 这是给同学分享一下我们整个排名的情况 那谈到国际化 大家就想什么叫国际化 其实国际化非常单纯 国际化就是移动 大家手上都有手机 手机一种叫mobile 只要你想到国际化 想到全球化 你就想到你的手机 为什么 因为国际化就是移动 尤其是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 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 刚才有特别提到 现今的人才是一个全世界移动的人才 但是在亚洲把国际化更重要是把它当作一种态度 我们讲态度决定高度 因为学校尚从创办人下到我们的所有的老师 教职员 还有包括我们的所谓服务的员工 全部把国际化当作学校的DNA 当作学校的一种很重要的态度 那就是为什么亚洲大学在国际化能够有亮丽的表现 那我想对同学来说 当然国际化有好多面向 包含老师的学术研究 包含国际研讨会 但是对我们同学来说 亚洲大学对学生的国际化 有一个所谓318计划 这里是同学看到是一架亚洲号的318飞机 这个3是指着 所有到亚洲大学的学生 要学位三种语言 大家知道今天最重要的语言是英文 这是全世界通用 所以到亚洲大学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至于中文是除了英文之外 世界第二重要的语言 所以我们要把中文更加精进 所以英文中文是亚洲大学非常重要的两个语言能力 除了英文中文之外 当然同学会想到还有第三种语言 第三种语言我们学校开设了有传统的法文 德文日文西班牙文 也有东南亚的语种 像泰文越南文印尼文还有韩文甚至还有印度文 但是我要讲第三种语言是城市语言 同学知道现在是一个数位化的时代 现在是一个机器人时代 人跟机器对话 人跟数位这个媒介对话 必须要透过城市语言 所以第三种语言是城市语言 所以同学到亚洲大学来一定会精通三种语言 叫什么三 一是什么意思 一就是同学在四年期间 只要你有意愿 只要你有决心 一定有机会到国外去 所以四年有一次的机会 当然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这两年同学到海外 机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概降到谷底 大概人数非常非常少 但是同学很难想象 在疫情之前 我们每年送同学出国去的 有超过一千位 所以就牵涉到后面的八 所谓八就是同学到海外去 你有八种途径可以选择 有的同学对学术非常有心得 你可以到国外 最简单是短期做交换生 就是暑假 另外也可以整个学期当交换生 那比较难的是你可以去念双联学位 毕业之后有亚洲大学的学位 还有我们海外民校的学位 像我们例如我们跟加拿大 维多利亚大学 我们有双联学位 我们跟法国的蒙皮利叶也有双联学位 我们跟美国的北伊利诺大学 都有双联学位 澳洲的西学里大学 所以同学如果愿意努力拿两个学校的学位 你就可以选双联学位 当然还有很多同学到海外去是学食物经验 像我们不少学生在新加坡张蚁机场实习 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实习 在美国的医院实习 在印度的社府机构实习 所以这个第一个八呢 就是各种不同的途径 当然像我们设计学院的学生 是参加海外的设计竞赛 我们光去年就拿了18个红奖的奖项 当然还有一些学生到海外去 去参加论论发表 论论发表 还有不少学生到海外去 去做什么 国际职工 亚洲大学是一个职工的大学 所以这个八是指着不同的八个途径 换句话说有多元的管道 让同学一元出我的梦想 那我就借着几张八卦 我也给同学提一下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三种语言 中文、英文、程式语言 但是我刚才特别提到 如果同学除了程式语言之外 想修第二外语 我们有日德西法 还有印尼文、约南文、泰文、韩文等 就是语言的部分 那为了这个让同学能够出去 能够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 其实亚洲大学对英文非常非常重视 我这里就把我们几个重要的英文 给同学提供的福利 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我们的英语教学 几乎是外师在执行 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同学 还没有到亚洲大学之前 我相信这个暑假 已经有不少同学 已经完成所谓英文先修班 我们今年有270位 来自不同学习的新生 修我们的英文先修班 那我们开学的时候 就是同学马上要进行的就是英文前测 一年之后你会进行一个英文后测 所谓前测后测就是测验同学经过一年的英文努力 有没有明显的进步 那我们为了让同学的英文能够持续精进 所以在晚上我们开有托福班 我们开有多一班 我们开有雅师的证照班 这些全部在礼拜一到礼拜是晚上 而且全部是免费 而且更重要的是同学只要选了 我们这是英检证照加强班之后 学校免费送给同学一次正式的考试 同学知道一次的考试 手费不止 都要一千多块 托福要三四千块 雅师更贵 那学校为了鼓励同学能够把英文学好 被送给同学一次考试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学校语文中心 有一个国际语文角落 每天都有外籍生的外国老师 跟同学进行互动 那我们开了不少用英文上课的通试 所以这是我想 那同学看一下是我们 在海外疫情之前 先修班的所谓 节训典礼的一个照片 接下来这是我们现在在进行 一日疫情期间 所谓的线上的英文先修班 那这是我们英检密集班 的上课情形还有海报 这是刚才我特别提到 你到亚洲大学来 亚洲大学对任何的新生 都有个承诺 承诺你四年可以出国一次 在刚才就我特别提到 有八大图信所谓的三一八 不要忘掉了 你出国去 学校为了援你的出国梦 学校就透过交易部的学海系列 申请很多奖励补助 学海系列包含 出去念书的学海飞扬 来自于西南学生的学海习株 出去实习的叫学海竹梦 我们因为配合西南向国家政策 到西南向国家西南向竹梦 我们这四个教育部的国际化计划 过去四年我们所申请的金额 都是跟建树都是全国第一 大概一年有接近两千万 广州学校透过教育部的学海系列 帮同学申请两千万的补助 可以补助任何想出去出国的同学 那这是我们天下奇尔杂志的报导 就是说我们外国的交换生 来到我们亚大校园的交换生 是全台第一 那我们出去的学生是全台第三 不要忘掉我们亚大的学生人数 只有一万两千多个人 比起台大比起淡江人数少很多 但是我们在学生的移动力 在学生的出国的体验 都是排在全国的前三 那这是我们今年 因为疫情关系啊 我们办了夏日学校 所谓夏日学校就是Summer Program 就用英文教导所有的课程 我们有开了十一个学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年 就刚过去这暑假 有九百多位来自于四十几个姐妹校 十几个国家姐妹校 来我们这边 学我们的所谓暑期课程 当然同学 大部分的同学是错过了今年暑假机会 实际上我们的新生 是可以跟外籍生移到 参加夏日学校 接下来这是我们马上 九月跟同学开学的时间 同时进行 我们开了二十几门全英语授课的 所谓交换课程 因为疫情关系 透过线上我们可以有 这个一千多位 来自于世界几十个大学的学生啊 透过虚拟交换的课程 可以来享受我们亚洲大学的 所谓优质的课程 那当然对同学最重要的是 也可以透过这虚拟课程 跟国际的所谓笔友 国际的解密校学生的共同上课 那我想最后呢 我会介绍一下 亚洲大学为了让同学能够呢 拿到双联学位 我们去年启动所谓 国际一条龙双联学位计划 基本上我们是找优质的高中 找我们优质的这个所谓新生 进来之后 加以两年的密集的培训 让你到大山大师啊 能够到世界的名姐妹校 像这种我列出来像法国啦 有加拿大啦 有美国 这些都是世界百大名校 能够进行双联学位 那我想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利用这些简报 以这个国际学院院长身份 跟同学报告亚洲大学国际化 尤其是同学面下的一些所谓计划 那我相信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有计划 你在亚洲大学四年之内 一定有机会到国外体验 试试大家 谢谢陈一辉院长的介绍 那现在来考考各位新生咯 你们知道亚洲大学的毕业门槛 要完成哪三项核心能力 及四种基本素养吗 我知道三项核心能力 有中文力、英文力 还有资讯力 但是基本素养有哪些呢?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好了 四种基本素养就是健康力、关怀力、创新力 还有卓越力啊 哦!我想起来了啦 想当初第一次听到 感觉好像有点多 但是只要定期参加同时教育中心 举办的讲座就可以轻松获得啦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啦 对啊对啊 我可是在一年级的时候 就把八场讲座全部都听完了耶 所以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困难啦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想必大家还是想听听专业的来介绍吧 让我们先邀请同时教育中心主任 来做更详细的解说吧 于于那你这次可要仔细听呢 那就让我们欢迎同时教育中心黄淑珍主任 大家好 我是同时主任黄淑珍 那接下来呢 就由我跟大家来介绍通时教育 也许大家会对通时两个字呢 是比较陌生的 那你就想呢 只要是专业以外的课程呢 全部通通都是 这样子想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通时的理念 目标以及愿景 那通时中心的业务主要是做什么呢 在你毕业的128个学分当中呢 有30个学分是通试教育 我们会办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 所以会有通试讲座的一个认证 还有呢 毕业的门槛 所以你不是只有专业课程 你还有通试的课程 那如果你在大学 你之前修过大学的学分 在通试呢都是可以办理抵免的 那通试中心的办公室呢在哪里呢 在行政大楼总务处的旁边 我们的分级呢是6171 6172 还有6173 所以呢应该可以在办公的时间 可以找得到我们 那这是我们学校的 这个基础的能力 中文 英文 还有资讯能力 还有四个基本的素养 健康 关怀 创新 卓越 那我想呢这一章是比较重要的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仔细看 通试的正式课程呢 有分为语文通试 核心通试 还有博雅通试 语文通试跟核心通试呢都是必修 学校会先帮你把课带好 博雅通试呢就要由你自己来选修了 那我们开课的时间呢是在星期一的早上 星期二的下午 还有星期三的早上 以及星期一的晚上 你都是可以自由的选修 也就是说呢日间部的同学 你如果要到星期一的晚上选修 也是可以的 进修部的同学 你如果白天有空 你想要到白天去选修也是可以的 那非正式课程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办理的一个活动 通试办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很精彩的一个活动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那潜在的课程呢就是我们整个校园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 那接下来是日间部的通试课程 请同学一定要仔细来看 语文通试呢有十六个学分 国文占了四个学分 英文呢有八个学分 在你大一的时候呢你是上下学期各修三个学分 我们会才分级上课 剩下的两个学分呢可能是在你大二的时候 上学期或下学期会来安排 那城市内呢有四个学分 就是上下学期各两个学分 再来是核心通试 我们分成为四类八个学分 那你可能会在上学期的时候修两类 就是可能是健康历史 那你到了下学期的时候呢 你就会安排呢上法律跟艺术 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 那这些呢这两个学校都帮你安排好 那你可以选择呢就是博雅通试 博雅通试你至少要修六个学分 那这六个学分呢 人文类社会类自然类跟生活应用类 那这个部分呢 人设类你可以免修人文类 管院呢免修社会类 医见护理啊还有呢资电院免修自然类 那创院呢是免修生活应用类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多选修 因为我们课程开的非常的丰富都可以 只是他不会列在你的毕业门槛 但是可以算你的毕业学分数 那我们另外还有两类呢 是零学分的必修 体育跟服学 那进修部是不用上服学课程的 接下来是进修部 进修部呢你的学分数一样是三十个学分 但是语文类十个学分 国文四学分 英文六学分 核心类呢分为健康历史法律艺术 还有资讯啊那各两个学分 那博雅呢 虽然有四类 但是你只要修六个学分 你都可以自由选修 如果你喜欢人文 你可以全部六个学分都修在人文类 另外我们有四个学分是 这个涵养教育 我们开设大学之路 那我用这张表呢可能进修部的同学 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啊 大一呢跟大二有基础的一个 基础教育大概有二十个学分 你会看到文学赏西文学与生活 这就是大一国文 再来是英文 那至于你看到红色的部分 健康与生活 历史与文化 还有资讯与科技 那也许呢上学期呢 你们系的一个安排呢是 先上资讯与科技 下学期才会上健康与生活 跟历史与文化 所以你不要看到你以为说 你好像大一就一定 上学期应修这两面 我们会依照 系的一个课程规划 那法律与生活跟美学素养呢 是到你大二的时候才会来安排 那另外呢 这个博雅的这个学分呢 是开在星期一的晚上 这是自由选修 你只要修满六个学分就可以了 那还有呢 大学之路是 星期四的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呢 我们会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大概就是上下学期呢 总共有两年四个学期 各占一个学分 那通识课程呢 是可以抵免的 只要你之前 在你进亚大之前 你选修过大学的学分 你只要凭这个成绩单来 就可以 那当然我们 我们抵免是会从宽来认定 五专 曾经读五专的同学呢 专一到专三 那四同高中是不算的 但是你的专四专五所选修的成绩 只要是通过的 都可以办理抵免 好 那这是我们底下的几个毕业的门槛 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修币 128个学分 你还有一些毕业门槛 那在通试的部分呢 有中文力 英文力 还有资讯力 那中文力跟资讯力呢 学校都会办理呢 这个测验 那英文力呢 请同学要留意一下了 我们通过的门槛呢 是多益五百分 那外文系呢 是七百分 那另外呢 还要听讲座 那这个讲座呢 至少要听八场以上 八场以上 那每一个 我们有分为健康 关怀 创新 卓越 你要各两个例 也就是一定要至少两场 但是有些活动呢 它可能会含有两个例 但是它只能算一场 所以呢 八场跟这个八个 这个八个例呢 它是一个 两个要符合的条件 你不能只有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 那通试的讲座能办 非常非常的多 但 我们自己单位里头呢 会有文学嘉年华 立宇美文艺大师 还有艺文记 那各个 各个 这个 行政单位啦 或学术单位 甚至于学生会 甚至里面的社团 要办理的活动 也都可以来申请通试奖章 那这个你可以到通试的网页来看 那以下呢 这是我们配合 国文课 还有历史课 所办的这个讲座 那还有呢 我们永续环境 跟文艺大师 还有艺文记 所办理的这个活动 那一定要跟大家讲 9月5号的晚上 我们就办一场迎新的音乐会 那还有呢 是一场呢 是10月6号呢 我们请大开剧团 来上演个舞台剧 这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呢 可以来这个参与 那还有一场呢 可能是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VJ课 在10月18日 他来过我们学校 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我们又再次的邀请他来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活动是 应该全台湾 只有我们亚大才有的 就是三品书院的书院日 同学你现在可以把这个 手机拿起来 扫一下这个QR Code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粉丝专业来看 所有的活动都在这里 我们每个学期呢 大概会办理32场的活动 那底下这个是上个学期 我们办理的一些活动 非常简单的一个剪影 这样子 好 接着呢是这个学期的 同学看到呢 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是一个秒杀的活动 同学可以到三品书院的网站来看 那这两 这个三品书院的网站呢 可以从通试中心请去 或者从这个学务处也可以进来 那我想呢 身为通试主任呢 要给同学我们新进的大一新生 给同学呢 起一个建议 如果你现在呢 就非常确定你的方向 你就是读这个科系 你就是要就业或者要升学 那未来四年要好好的来念书 在你的课业上面 那如果你还不是很确定的 那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呢 多参与社团或者志工 或者在你未来的实习或者工读生 都可以有机会是找到你自己的志趣 那当然最希望的是各位同学 多认识跟你自己不同生命特质的人 不同科系的朋友 他可以让你打开视野 那选修通试课程 参与通试活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千万不要一直宅在这个电脑荧幕前 或者守着你的手机荧幕这样子 那如果说呢 你真的四年之后 还是没有找到你自己 也没有讨厌你自己的本行 那你就留在你的科系 因为你读了四年 你就是专家 但不管怎么样 软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而通试呢 通试教育提供的就是这个软实力 那四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今天各位同学呢 做好时间的管理 我们都知道 对的时间呢 做对的事情是事半功倍的 时间呢像一张网 你撒在哪里 你的收获就在那里 每天早上 你起来呢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张开眼睛 追逐你的梦想 一个呢就是回头睡觉 继续做梦 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但是你现在的选择 会决定你以后 站在哪里 欢迎各位成为亚大人 我是通试主任黄淑珍 这是我的email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写信给我 那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同事教育中心 黄淑珍主任 详细的介绍 想必大家对核心能力 及基本素养 又更了解了吧 当然 我跟你说 我最近买了一台新电脑 只是有好多上课 要用的文数软体要买 感觉又要花一笔不少的钱了 哎呦不用买了 你知道我们学校有提供 正版授权的人 提供学生下载吗 而且每个学期 还会提供脸书给学生 免费列印文件哦 真的假的 很心动耶 那要去哪里用啊 可想而知 你当初大一 一定没有认真听 各处试报告哦 等等 就有老师帮你解惑了啦 一定要认真听哦 好啦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处试啊 你先猜猜看啦 那我可以先给你一点点提示 这个处是同时也管理跟学生 非常相关的学生资讯系统 那我知道了 是资讯处 没错 说到学生资讯系统 它对我们雅大的学生来说 真的非常重要哦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啦 像是查课表 连营学费找费单等等 都需要它的协助呢 而且像是各种学生申请 在学的各项资料证明 也都是从学生资讯系统里查询的哦 还有其中期末考时 大家最关系的成绩 也是从这里得知的啦 山上大一时候的我 其中考完的每一天 都会点进去看个两三次 把自己弄得紧张细细的 好了啦 说了那么多 大家一定想知道资讯处 还有什么宝可以挖对吧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诚振的邀请 资讯处陈淮恩资讯长 为我们做详细介绍吧 欢迎资讯长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资讯长陈淮恩 以下由我代表资讯处 来为各位介绍 这个资讯处所提供的一些服务 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 你在学校常常使用的这个密码 就是亚洲大学网络帐号 简称ANID 它就是你的学号加上密码 那这个ANID呢 是大家在亚洲大学 启用各项服务的一个通行证 所以呢 大家在这四年当中 请你务必要记得怎么样的使用 好 那这个ANID呢就是重塑一次 包括你的学号跟密码 那你的密码要好好的保管 预设的密码呢 是各位同学的西元出生日期 年月日总共8码 在第一次你登入校园入口网站的时候 就要把它变更 成你自己知道的号码 但是呢 你也要记住哦 就是这个号码不要随便的给别人 也不要忘记 那如果忘记的时候 不惜忘记怎么办呢 各位还是可以到资讯处 二楼 来请教我们帮你重设 不过这个就会造成你使用上一些小麻烦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忘记 第二个是学校的入口网站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 那在画面上呢 你登入的时候呢 就可以输入你的学号 你的帐号 密码 还有这个随机产生的一个数字 那如果你真的忘记的话 下面有一个忘记密码的一个做法 各位可以点选下去 一指示操作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email信箱 基本上我们的email信箱是跟微软合作 那简称M365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呢 它的帐号 是你的学号 加上 at 小小鼠的符号 life.asia.edu.tw 那这个密码呢 是跟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AMID一样 差别只有在at 后面的live.asia.edu.tw 这个部分 那每一位新生呢 都会配有这样的M365一个账号 它可以启用微软的365 各项云端的服务 那这个账号呢 每一个空间 有这个信箱空间100G 储存空间是5TB 大概是5000GB 那单风信的上限是20个Mega 单个档案上限是10Mega 所以各位在这上面使用 应该是可以足够你在学校中正常的使用 那这还有一个好处是 就是无论你在校或者是毕业 这个目前这个信箱都可以让你 进行搜取资料 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Google啊 就是提供的总空间不太够 所以各校都是忙于在这个清 要么是清Google的信箱 要么是转换信箱 那我们学校是使用微软 是不需要你去清信箱 你就直接使用到4年毕业为止 那你也可以试着 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其他的信件 转过来 不过记得那个垃圾信要散一散 否则的话还是非常占用你的这个空间 接下来是那个宿舍网路的问题 是最常的同学问到 尤其是住宿生 那我们使用有一个规范 为了让这个平宽 让所有全校的同学都能够公平的使用 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有一个上限 6GB的上限 那请你要自备网路卡的电脑 或者是你的Notebook 或者是你PC有 就不需要了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加一张网路卡 那你必须自行的到线上去注册这个IP 才能使用 为什么要注册IP 因为要防范其他的人 占用你的这个IP 去做一些流量 然后让你不能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注册IP 才能使用 那注册系统 如我们投影片上所示 那各位在网路上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很贴心 要安排一个报修的服务 那维修的时间呢 是周一到周四的 7点到9点 这个时间各位可以来 那因为这个时间是大部分同学已经下课 比较有空 待在宿舍的时间 我们定在这个时间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校园中有校园的无线网路 其实最主要是让大家 上课可以去存取一些课程的资料 大概有两个 所谓的SSID 你打开无线网路 你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叫做Asia 底线Underline Wi-Fi 另外一个是Asia Underline Wi-Fi DOT 1X 这两个的认证不太一样 上面那个认证呢 是你连线之后 你要开启你的那个浏览器的一个网页 然后呢 输入你的ANID 帐号跟密码 就可以过了 那下面的那个呢 它走的是802.1X的安全认证 它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 它不用每一次都做网页的认证 那相关的设定方法 请参考我们这个资讯处的网页上有说明 再下来是 其实我们蛮鼓励同学 要使用所谓的合法软体 学校呢 基本上也有把相关 常用的软体都有这个采购 提供学生使用 比如说 各位可以在线上使用 你可以前往这个资讯处的网站 在软体服务去下载它 比如说这种是SPSS 另外呢 是下载之后才可以使用的 一样进到 校园授权软体服务的 这个页面之后呢 它有提供这个软体下载的服务 那目前提供了 Windows Office Adobe是做PDF显示 Manet是做数学运算 SaaS是做那个统计 还有提供自然的这个输入法 是注音输入 还有很好用的字型图库 还有这个做那个PPT的荧幕录影 叫Evercam等等 各位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下载合法的软体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学校在资讯处有一个公用电脑 就是我们的输出中心 在资讯大楼的二楼 i206的教室 提供了我们同学自由的上机 电脑总共有40台 那我是观察过后 发现其实 如果你平常没有带电脑来学校 或者是你没有买电脑 那你都欢迎来我们这个 公用电脑设备上使用 那我们也提供了黑白及彩色的列印服务 每个人每学期有75点可以做列印 那我们还有文件的扫描器光碟烧录机 现场可以用 那开放的时间呢 它开放的稍微比较晚一点 因为顾及到同学可能下课后吃过饭可以用 那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8点 上午8点到晚上的9点可以用 那有一些例假日会根据本校的一些规定 还有现在COVID有些防疫规定 各位同学如果在使用上有任何问题 就欢迎到我们资讯处的网站上 都会公告给大家 好接下来就是学生资讯系统 这个是同学们 个人在校内的资讯平台 这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是同学们你要看你的成绩排名 你在学校学习历程 包括你参加了讲座 还有你要去看一下请假跟缺框的记录 还有你的第一面学程申请 还有就学贷款申请等等 有20多项功能 这个是各位同学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会有期中警示 会有这个期出警示 会有期末警示等等相关的记录都会在这个上面 这些警示包含了老师对你上课的一些点名 给你的成绩 他只要有上平台 有丢上来之后 都会直接在你的学生资讯系统里面呈现 有的时候呢你要关心 比如说老师这个点名 老师我出席找个证人或找个证据 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状况跟老师评分表里面是不是一致 所以我认为这个学生系统 是对大家非常重要的 必须 只要有来上课就要过来看看 接下来就是课程的查询系统 它可以让我们的同学呢 来查询全校课程的资讯 包括你要选修什么课程 它的课程的大纲 学校都有要求老师要定期的输入 你从这边可以看到课程资讯之后呢 可以去评估想不想上这门课 好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上课 就会有一个数位平台 全校现在已经统一 叫做Tronk平台 它英文叫Tronk class 是我们学校最主要的教学平台 也是学校的教学的入口 进去之后呢 我们提供了课程资讯的公告 还有老师如果上传教材的话 可以提供教材的下载 作业的缴交 包含了老师如果要进行线上的测验 问卷 甚至是我们的远距 红布的Teams 都整合在创课里面 那包含了还有一些点名 上课的抢答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 有两个QR Code 分别是for Android and iOS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QR Code 连到这个创课的APP 下载它 然后随时更新到最新版本 你就可以跟我们的创课 无共的连结 再来是我们的一些行动学习里面包含了雅大电视台 跟微软的Microsoft Teams 雅大电视台里面呢 其实包含了我们一些学校的数位的记录 还有五大类 一千多支影片 各位可以去看里面有大师的演讲 有我们精彩的讲座等等 那Microsoft Teams呢 是通常让我们的师生 甚至同学们可以自己去预约一个 这个线上的会议 用于做我们的这个同步课程的教学 还有线上的辅导 这些都支援这个行动装置都可以使用 再来到我们的雅大行动APP服务 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去加装 像我个人是有装上去之后 之前呢 一阵子在COVID管制的时候 我们在上面 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服务 包括公车的动态 我的课表 线上请假等等 各位可以由QRQ安装 那像是我们那个入口处的闸道 也是只要这样少一下 申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雅大行动APP 其实包含的蛮多我们是校园内的服务 其实不只是同学 连老师都在用 好 那 再来我们要宣导一下 资讯安全跟智慧财产权 各位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些问题是在我们这边是 蛮重要而且很严重的 比如说最近 大家新闻常听到 资讯安全什么网站又被攻破 什么电脑又做病毒 然后我的硬碟被人家加密要勒索 这个 比如说是虚拟货币 那这个在在都显示 其实我们现在网路越用越多 上面的骇客也越来越多 有人为了开玩笑 有人为了出名 有人为了非法 这个要取材 这都是影响到我们的安全 所以呢 这个资讯安全管理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学校呢 有通过教育部体系的 一个资讯安全的认证 ISMS每年都受集合 各项资料都符合程序 还有呢 我们学校的个资保护 就是同学们 你的个人的资料 其实在学校是有很完整的验证跟保护 我们会这个有一个隐私权的政策 就是确实的执行 那同学你自己在使用上呢 也要注意智慧财产权 就包含了你要引用 这个文字 影像 甚至哦 有你的那个背景音乐 都要得到授权 但你在使用的时候 都要先想想 诶我到底有没有 不小心 侵犯他人的制裁权 这都很重要 那我们希望大家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然后呢 正确的使用 我们的资讯的资源 那最后的结论 还是再次跟同学讲 你的学校 跟你的这个帐历 是非常重要的 是各项系统通行证 要谨慎的保管 不要随便给别人 然后呢 不要自己忘记 否则会造成上 你使用上的困扰 以上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有疑问 欢迎到资讯处来洽询 谢谢 谢谢资讯处 陈怀恩资讯长的详细介绍 大家有没有对学生 资讯系统的操作更熟悉了呢 当然有啊 相信大家未来对学生资讯系统 可以用的更得心应手 没错 那佳伦 你下学习有选中国一的课吗 诶 我们可以选中国一的课吗 我怎么都不知道 当然可以啊 因为我们有组成中亚联大系统啊 中亚联大系统就是中国医药大学 和亚洲大学组成的联合系统哦 你是说我们在选课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选中国一的课程吗 是啊 我们只要缴交一校的学费 就可以共享两校的资源哦 重点是还会有专车 接送我们去中国一上课哦 哇 听你这么介绍 亚洲大学真的在学术方面 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呢 没错 另外和各位新生们 息息相关的学分底面 也是接下来要报告的处是 所负责的业务哦 学分底面确实是新生们 时常会疑惑的点 那接着就让我们邀请教务处 陈大正教务长来替我们 好好的解惑吧 欢迎教务长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是陈大正副校长兼教务长 那由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今年度我们的教务工作 有关那个信生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好 那我今天的报告大纲 大概分为三点 第一点就是有关我们的教务处组织介绍 第二个就是各位同学 那个常常会碰到的 要办理的一些业务的相关的报告 以及结语 好 那教务处呢 那有两组 那第一组就是注册与客户组 这个是跟各位同学一入学 就积极相关的 第二个就是到了同学们 二三年级二三四年级的时候 可能会出去实习 那实习相关的业务就是由 学生实习实物学习与辅导组来进行 好那有关业务的相关介绍 好第一个部分是 如果各位同学要去申请 各类的证明文件的话 那各位同学可以很简便的 在教务处旁边 有一部那个自动化的一个 缴费系统 那各位可以办理成绩单 及在学证明 那这一部是全年无休 那各位可以充分的利用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以人工的方式 那必须要请各位同学到 教务处的注册与客户组 来申办相关的学位证明 在学证明 或者是说当你的修业证明 遗失要补发的时候 或者是说 那个中英文学位证明的遗失补发 好那接下来的话 也是跟各位相当有相关联的 就是各位同学 那个亚大非常重视你们的一个学习 所以在各位其中考 如果成绩有二分之以上 不及格的话 那我们会进行那个其中预警 那之后就马上进行关怀 包括会寄其中预警通识单 给各位家长 那也会请班导师来辅导你们 那我们也会开办相关的 课业辅导班来强化你们同学的学习 那如果说各位同学在注册缴费的部分 有所困难的话 那我们在有四项的一个管道可以协助同学 那千三项就是依照同学们的一个 那个身份资格 可以办理就学贷款 就学优贷以及弱势补助 但是你如果不具备上述的一个补助的一个 身份的话 那可以来到 所属的学系来办理分期付款 那这个各位同学如果有困难 那一定要寻求协助 那接下来的话 那各位一定要到各系的那个系网页底下去看 课程规划表 那你就可以去知道你未来四年你要休息的相关的课程 好那在修课程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注意到 你们有每一个学期有最低的修 最低的学分限制跟最高的学分限制 那如果你特别的认真 或者是说你需要去修 辅系双组修的话 那一定会超过25学分的话 你可以透过申请来多修这些学分数 好那如果你有额外的 活动要去进行 比如说你要到海外去 或者去到海外实习 或者说一般的实习的话 那各位到了大三大四 你可以申请那个学分的一个检修 所以申请资格 你到大三的时候只要100学分 或者是说大三下的时候116学分 到大四上122学分的话 那你在大三下大四大四这一整年 都可以申请那个降低学分数的休息 不受那个最低学分数的一个限制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各位同学 你们会进行那个选课的一个动作 以及退选的一个动作 那在加退选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到加退选的时间 那我们办理都是由线上来办理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加选退选的时间 那这个学期是在9月2号到9月20号进行加选 那还有一个预选的一个制度 就是下学期的课程 你是在这个年底12月26号到12月30号左右 那教处会再通知那个各班的同学来注意 好那有关如何选课呢 那我们都是在线上选课 所以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学生资讯系统 来进行选课 好那在进行选课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亚大有三师制度 第一个就是生活导师 第二个就是学业上的曼陀师 以及职业导师 那各位在一二年级的时候 最常遇见的就是你的生活导师 还有你的曼陀师 那曼陀师就是来协助你辅导选课的使用 所以各位在进行选课的时候 一定要找你的所属的曼陀师 来进行那个访谈 那他会辅导你如何去选课 那访谈完之后你才可以进行选课 好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亚大非常注重学生的专业发展 那除了一个你的专业 在你的专业必修的课程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夸 注重跨域以及自主学习 所以我们跨域自主学习 包含跨领域学习 有三个program 包括跨领域学成 还有福系双主秀 还有他系专长 以及自主学习的部分 总共有九个方案 那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入学之后 那你会慢慢接触 那首先我会先介绍 跨领域 跨领域学习的这个部分 好那跨领域学习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分为他系专长 跨校的跨校或者是说校内的跨领域学习 以及福系双主修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的跨领域学习以及福系双主修 比如说我们同学 那个欢迎并且鼓励同学 可以到中国医药大学去进行休息 好那在那个专业学乘的部分的话 除了你们要注重你们的专业之外 那亚大非常注重跨领域学习 所以对于没有非国考科系 就是在我们那个阴光笔标示的那一栏 那这些相关的学系都适用 那也就是说你除了休息你的系 专业选修的学程之外 还要去休息一个跨域学习的一个学程 好那跨域学习的这个专区 那各位可以由进到我们的那个 有一个跨域专区 那各位同学可以进去里面点选 然后就可以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所以进去之后呢 大概会分为两类 那我们的跨领域学乘的话 总共有15个校内的跨领域学乘 那如这15个所列 所以各位进到那边去的话 你只要点选 然后就可以有这各个学程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跨校跨领域学乘 那这个也是中亚联大 也就是我们跟亚大中医大合开的一个跨领域学乘 那总共有4个跨领域学乘 那如果各位选取这个跨领域学乘的话 那选课成功的话 那你每个学期就是必须要到那个亚大 或者说到那个中医大去去修课 那我们亚洲大学有提供同学 往返亚大跟中医大的专车接送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那个往返的一个交通问题 好那如果你有休息那个辅系或者是双主修的话 那我们在同学毕业之后 会在你的那个毕业证书上面去加注 那另外一个双主修的一个学位 所以请同学那个真的要好好把握把握住这个机会 那我们到中国一大去修习任何的一个课程完全是免费 因为我们有就是这两个学校是中亚联大 是联合大学系统的 所以各位务必要好好的去把握这项难得的资源 好那除了跨预学习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自主学习 那我们自主学习的提供给同学的program也相当的丰富 我们总共有9个program 好按一下 所以这个 这些program的话 我们会跟我们的USR就是大学社会责任 还有永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去做结合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非常鼓励同学来进行自主学习的这个部分 好那同学在学校过在学校里面的话 那我们相当鼓励各位同学 对于你专业证照的取得 或者是说去修习那个 呃至名大学的open course well 这是开放式课程 那如果各位在专业 在专业的那个证照取得的话 学校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补助 从啊 国考证照一直到各位的各类的专业的证照 那在修课的部分的话 如果各系都会去提供各位那个 到校外去休息 那个开放式课程 只要你休息获得通过取得证书的话 那我们学校也都会提供各位的这个 修课的这个证书的一个全额补助 那在实习的部分也是亚大相当强调的 因为这个跟各位的就业是直接的一个连结 所以学校所提供的实习有三加一 七加一以及弹性实习 以及海外实习的这个部分 三加一就是三年在学校 一学年在校外实习 七加一就是七个学期在学校里面 一个学期在学校外面 那弹性实习就是利用弹性时间 那个不定时的去进行实习 那在另外一个就是就业学程 那亚大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一个就业学程 来协助学生在毕业之前 可以加入这个就业学程 可以让你的就业能够顺利去 更能够顺利的去衔接 那另外一个就是各系也都会举办 企业参访让同学们了解 那个外界的产业的一个样貌 那夜间部的部分 我们有进修学士班 所以进修学士班 它是在夜间上课 但是目前那个进修学士班的同学 你们要特别注意到 那我们有相当提供 非常弹性的一个制度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想到日间部来选课的话 我们也都是开放各位到日间部来上课 那所以你到日间部上课的学分数 那也也一并的会算在你的毕业学分里面 所以欢迎各位同学到日间来上课 那另外一个在进修学士班的部分的话 那你们相关的这些资料资讯 那我们放在邮动行政中心的总务处旁有一个柜子 那可以作为各单位发布讯息 要提供给进修学士班各个班级的 所以请各班的班代 那个你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定期的来收取相关的一些文件 那进修学士班呢 是属于那个掌管的业务单位 就是教务处 所以我们也在教务处面 里面也设计了 那个进修学士班的这些相关的资讯跟网页 所以有需要知道相关的资讯的话 可以进到这个网页里面来 下一页 所以对于相关的那个问题 F&Q的话 那个各位可以到这个网页来进行来观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更也欢迎你们 随时到那个我们的教处来询问 那最后最后就是说 在进修学士班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派住那个一个一个人力到我们M洞作为临时办公室 那各位就可以不用跑到那个M跑到那个行政大楼这边来 所以可以节省各位时间 那如果不管是进修学士班或者是日或者说日间部的同学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欢迎你来信那到我们的教处信箱那我们会尽速的来协助解决你的问题并且给你非常明确的一个回复 好那最后呢 祝同学那个哈好的把握时间善用资源 那可以哈好的学习 那来增加你的那个专业能力 你的就业能力 你的各项能力 那亚大会哈好的提供各项资源 让各位的学习更好更棒 最后再次恭喜大家好加入亚大的一个大家庭 谢谢各位 谢谢陈大镇教务长 接下来的处事可是与新生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你们猜猜是哪个单位呀 这还是用猜吗 当然是学务处啊 说到学务处 它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关怀及服务每一位学生 协助学生实践生活的品格教育 提升宿舍生活品质 以及协助学生的健康生活 关怀我们在校内外的安全 没错 在学业上也提供了奖助学金 就学贷款服务以及注册缴费哦 除了学习上的帮助以外 学校还有设立三品书院 来讨厌学生们的气息哦 想知道更多有关学务处的资讯吗 那现在这邀请学务长来为我们解惑吧 掌声邀请张绍良学务长 各位111学年度的新生 大家好 我是亚洲大学学务长张绍良 那今天呢 我特别代表我们学务处的所有的同仁 欢迎您进入到亚洲大学 那学务处呢 跟各位会息息相关 那么我们学务处 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呢 其实我们每一天努力的 就是关心你身心灵的健康跟成长 那学务长很快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学务处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组织 那这里面我们有包括了军训室 我们有生活辅导组 有课外活动跟服务学习组 有健康中心 有书院及住宿服务组 还有生涯发展及就业服务组 那总共是六个组别 那这里面当然包括各位 在学习以外的所有的食衣住行 各方面的一个照顾 那当然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组别呢 其实分散在学校各个不同的一个地点 那当然各位刚进到学校 也许不是那么熟悉 那但是将来的话 我想各位都能够很快的能够摸索到 我们所有的这些学务处单位 他们所在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学务长呢 最主要想透过一个短短的时间 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不管从学务长自己的一个学习的经验 或者是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从业经验 那么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当一个大学的新鲜人 那第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那么进入到大学 它不仅仅是自由奔放 那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去学习自律 跟自我的一个保护 那讲到这里呢 我想学务长第一个要请大家呢 能够把各位的手机拿出来 那么把这个号码输进去 叫09195545 09195545 那么这个是亚洲大学 校安中心的一个执行的电话 那我们确保这个一年365天 这个每天24小时 那么这个电话都是开通的 那么随时的来协助各位 那么处理各项的紧急的意外的一个事件 那另外呢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那么在大学生的这个统计来讲的话 其实全国大学生可面临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那么因为交通相关的事故 所造成的伤亡 其实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学务长要再次的提醒 那尤其是大一的新生们 那么要注意你的交通安全 那不管是每日上下学 经过马路 那么我们非常鼓励大家要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那么尽量避免骑乘机车 那你要骑机车的话 那么也要注意相关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规范 那此外呢 要跟各位要宣讨的就是 本校呢 是无烟校园 无烟校园 那么希望呢 这个不要因为这个抽烟的行为呢 影响到别人的一个权利与健康 那此外呢 在这个住宿的部分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 那么大概这几天都已经进入到宿舍了 那在宿舍 当然它有相关的一个规范 那我们在宿舍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那么团体生活 那团体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其实就在于尊重他人 尊重 那么我们学习彼此的一个尊重 那当然在一个团体生活里面 无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生活的一些规范 需要大家共同去遵守的 所以这个要特别同学 提醒同学们 那必须要注意 那么我们各种相关的一个规范 OK 那当然同学很关心的就是说 那么在我们的住宿期间 我们都大人了 那么是不是出入还有门禁呢 那事实上亚洲大学 我们可以讲 基本上不算是一个有门禁的学校 但是我们是一种关怀的心理 我们还是希望你每天回不回到宿舍 那么能够跟宿舍做一个通报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从一个安全的角度所做的一个规范 那当然它的一个用意其实非常良善的 那也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门禁的概念 而是从一个关怀的概念来看待 我们这些所谓的必要的一些通报 那当然如果各位是住在校外的同学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麻烦您 那么在开学的一个月之内呢 那么要完成我们相关的这个租赁地址的一个登记 那么以方便的未来呢 那我们学校有不同的人员 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校外人员 那么会去关怀你所住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设施 好那那这是我们书院级住宿服务组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QR Code 那各位可以借由扫描这个QR Code呢 进入到他们的网页 好那另外特别要介绍的 那么我们的一个特色 我们叫做三品书院 那亚洲大学多年来我们一直推动 做人有品德 做事有品质 还有生活有品味的 那我们是一个三品教育的一个大学 那有人问那到底这个三品的概念是什么 简单来讲我们其实就是引进了西方一个住宿书院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以住宿生那么为主要的一个服务的对象呢 那么我们推动书院日的那么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么各位所入住的宿舍包括感恩喜福登峰竹梦 那过去都是经由所有的同学票选所命名的 那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呢 那分别呼应了学校的健康关怀创新卓越的一个校训 那引进品德品质跟品味的那么一个相关的理念 所以我们规划了系列的活动 那三品书院呢 那当然我们把它作为 尤其是我们书院日的活动 其实我们把它作为通式教育 一个非正式课程的一个延伸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书院日的活动 那么大体上来讲 那么大概都不办理讲座 我们大概都是以手动食物 那么这些有趣的课程 那么但是又富含生意的课程 那么来进行一个推动 那当然三品书院呢 那本身它的这个 基本的一个过去所运作的一些方式呢 那各位可以在学校的这个网页上面 那么特别能够看得到 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一个内容 那包括我们对于我们所做的各种过去 那么只要一开放登记 就是秒杀的 那么这些相关的三品书院日的一些课程 那么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介绍 OK 那将来我想我们在三品书院的部分 其实我们特别是以住宿为主 所以我们推弃的是一个跨系共住 我想对某些同学来讲 你大家很惊讶的发现 那么你竟然不是跟你同班或者同系 甚至同一学院的同学住在一起 那这正是我们一个跨系共住的一个概念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形成一个微型的一个社区 那在这个社区里面 透过彼此的尊重学习 我们来推动公民的参与 跟学习这个责任的一个承担 那当然配合学校的生根计划呢 那我们也会 那么来推动跨系的 书院的新鲜人社会体验跟实践的计划 OK 那我想各位很快的也都会收到各位导师的通知 那学校有各式各样的包括社会责任 还有这个永续发展的相关的一些计划 那希望各位都能够踊跃的一个参与 那第二个部分呢 那么要怎么样去当一个新鲜人呢 那我们要学习能够主动的寻找就学资源 亚洲大学能够提供给各位什么样的就学资源呢 那当然主要的 我们是透过生活辅导组所提供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那比如说各位所关心的 你的奖学金 助学金 该如何去申请 那这些资讯呢 那你就可以在申补组 那找得到 比如说我们的校内奖学金呢 那是在开学后一个月之内提出申请的 那校外奖学金的部分 有非常多元零零种种 那大概都是根据那么来函不同的时间 我们会及时的做一个公告 那至于说各位如果有办理就学贷款的话 那么要提醒各位 务必在9月16号之前呢 能够缴交 那么你的对保单 那么到申补组 OK 好那相关的一些弱势助学的措施呢 也请各位那么来参照 那么我们申补组的这个 这个奖助学金的那么一个网站 好 那么另外呢 那么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请假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请假呢 会在你的学习过程里面 因为某些事情的耽误 那么延误了你的学习 那就必须要透过一个请假的一个方式 那么让你的学习的老师知道 那当然我们有各种各种的一个价别 那也请各位呢 其实可以在申补组的网页上面 那么得到相关的一个指引 那另外呢 就是说在申补组的部分 特别如果您是具有原住民的学生的一个身份的话 那我们也特别欢迎您 能够加入我们的园资中心 那园资中心的这里面 我们特别那么除了这个各原住民族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部分 其实我们特别那么希望从一个职业发展 从一个这个生活的一个交流 那么学习的辅导各个面向来特别服务的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同学 那当然如果您本身虽然不具有原住民同学的一个身份 但是您对这个与原住民文化非常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非常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一个活动 那么我们会办各种的 包括了参访 包括了各种文化交流 学习的课程的活动 是非常的丰富与精彩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您是属于 这个所谓的经济不利的学生的话呢 那我们学务处特别有一个 这个经济不利学生的学习计划 那所谓的经济不利学生 我们怎么去定义它呢 大概若是您符合我们所看到的 不管是您是属于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或身心障碍学生 或者是特殊境遇的学生 那此外呢 一旦你具有这个弱势学生 而住学计划的补助资格的话 你也自然能够成为我们所服务的一个对象 除此之外呢 那么包括了怀孕学生 那么包括了家庭徒遭变故的等等 那这些大概都是可以藉由 我们这个起飞计划办公室 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呢 得到适当的一个帮助 那总共来讲呢 那么我们的各种 针对经济不利学生的 这个学习辅导的这些措施 包括了比如说在 课业辅导的部分 我们有学办的制度 那比如说在技能证照 发展第二专场的部分呢 那我们有这个技能检定 跟培训这个奖助学金的部分 那甚至呢我们还针对 这个英语文 这个能力的检测 那么我们有提供相关的 这个奖助学金 简单来讲 那么你上课是免费的 你考证照是免费的 你考过证照之后 我们还给你奖金 那这就是我们对于 这个我们在这整个的一个计划里面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 那除此之外呢 包括在职业就业的部分 那不管你是在职业探索 那你是有这个就业的面试的机会 或者呢甚至我们鼓励你 很完整的发展出自己的一个 这个这个履历 那还有这些实习的部分 那我们都会给予相关的一个讲助 那另外呢在创业竞赛的培养 在创业的讲助这部分 那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计划 那此外呢那么为了减少各位 那么这个打工 然后影响到学习呢 我们特别设有多元辅导的 这些奖励的一些措施 那也就是你可以透过 校内的一些学习活动 OK那么来减少在校外的打工机会 OK好那那另外呢 我们还特别有一个共生银行链 就是说希望各位可以透过 这些的学习的过程里面 把你所学到的技能 能够去服务社会上那么同等 那么弱势的这些这个家庭 或者是个人 那另外呢 那透过我们共生银行链的运作呢 我们又让同学们 那么有这个出国学习的一个机会 好所以对大家来讲 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 好那此外呢 我们在这个办公室 我们也特别有笔记型电脑 好我们可以供我们 这个经济部件学生呢 做长期的借用 长期借用的意思就是 你一借都可以借一个学期了 不是说借一个月而已 好那那这是我们 起飞计划办公室的一个网站 希望各位 这个QR Code的扫描 能够多多的利用 那第三个要跟各位 特别来提醒的就是 那么作为一个大学新鲜人 那么积极的参与各项的社团活动 还有利他服务呢 那么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部分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科普组 那么相关的一个 这个QR Code的一个连结 那首先呢 各位要接触到的就是 在亚大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服务学习的课程 那我想相关同学 大概已经那么都听过了说明会了 所以我们在9月7号礼拜三呢 我们正式就开始了 这个外展服务的一个登记 那么所以很快的 我们就开始我们整个服务学习的一个 一个历程 那在整个服务学习的方式里面 当然同学有问就说 那我若不想在学校服务可不可以 那当然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们有三种的服务的一个机会 的一个方式 一个是校内的一般服务 包括公共区域的整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行政教学单位的一个协助 第三个 那么你可以在校外 那么只要是合法立案的机关呢 那么我们认可的这个志工服务的单位呢 那你在那边所进行的服务 那通通列入在我们服务的计算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多元的服务的一个方式 那相关的这些 这些服务的一些规范 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 学务处 科外活动 这个与服务学习组的网页上面 那么其实可以看到那么它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社团的部分呢 亚洲大学总共有六大性质的社团 自治性 服务性 康乐性 学艺性 综合性 还有体育性 那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呢 那么参与各种不同的社团的运作 当然如果你觉得没有你适合的社团 我们也鼓励你自己能够成立自己那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社团 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一个协助 那就这学期来讲 我们几个社团的重点 包括亚大电影艺术节 包括社团博览会 迎新晚会 等等 那么这个大概陆陆续续呢 各位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学长学姐妹 对各位的那么一个欢迎 那我们这个新生州的这个活动呢 大概从9月6号就开始 我们一直会持续到12月份 OK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亚大艺术节 我们今年所临选的 那么这个几部的一个电影 那另外呢 也特别有这个拉密数字大战 那么另外呢 还有我们亚大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传统的 就是我们大一的新生合唱比赛 那我想这些呢 藉由这个大家的共同的努力练习 共同对于荣誉的一个争取 我想会很快的让大家 那么建立起自己融合的一个 对于团体的一个认同 那那第四个呢 就是怎么样 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学长认为 就是作为一个大学新鲜人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这部分呢 最主要可以提供各位服务呢 就是我们的健康中心 那健康中心我们大概分为 两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是在卫生保健的部分 那在卫生保健的部分呢 我想首先各位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你要完成你的这个健康检查 并且呢 要把你的健康检查的这个结果呢 要在12月12号之前呢 那么要能够这个上网的填报 上网填报 那那同时呢 如果是你是第一次入住宿舍的话 那你必须在入住前三个月之内 那么提供三个月之内的 X光的这个报告 那么到我们的健康中心 那这些都是不管 不仅是教育部的一个规定了 其实也是来自于 我们对一个团体生活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 OK 那另外呢 就是说一些重要的资讯 如果为了要避免效应传染病 维护私生的一个健康的安全呢 所以我们对于相关的一些 一些这个公共卫生的一些防护机制呢 那我们也必须要与尊重去遵守 那我想各位在 比如说对于COVID-19的部分 我们确诊了 那我们都是按照政府的部分 学校事实上提供所谓的隔离宿舍 那我们可以进行居家照顾 那么七天的那么一个 一个安置 那如果即使你是密切接触者的话呢 那学校这边也会提供 那么你相关的一个安置 好 那那这个是我们在 这学期的一些健康促进的一些活动 那除此外呢 那么我们还有健康中心 那不是只有说 身体上有了病痛 才去这个寻求协助 事实上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不痛快 你一样的可以透过我们的智商辅导 寻求心理上面的一些 这个宣泄跟协助 那这个我们首先呢 那各位我们在9月5号 各位相信各位 大概都已经做了 我们的这个新生的心理健康健检 那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 包括个人的心灵成长的讲座 OK 那么也包括了 我们有这个小团体的学生 心理成长的团体跟工作方 那这些都是有益各位 那么在这个心灵方面 那么的一些成长与发展 那么非常鼓励大家 能踊跃报名参加 那针对大一的学生 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就是教育部支持我们的特色主题计划 那我们是以大学生的健康幸福 任性不任性 那么作为一个主题了 那简单来讲是怎么样 那么透过食衣住行 每天的生活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条理 那么让大家得到一个健康的 一个身心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是有非常多的有趣的活动 包括这个动态的 那么包括静态的 那么是非常难得的一些资源 所以这个是也是蛮有特色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新生们 能够踊跃的来报名参加 健康中心的这个活动 那另外呢 我们每一班都会有一个班级导师 那么到了期末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是希望了解 那么导师对学生关心的程度 所以我们也会拜托大家 来对你的导师来做一个评量 那么这也是提醒各位的 那另外呢 我们针对身心障碍的同学呢 那么我们也特别有设置了 所谓的资源教室 协助同学在课业社交跟生活上面的 相关的一些致应 那我想您现在如果在收看的话呢 那有些的身心障碍同学 我们已经在你开学前呢 已经举办了我们的亲师座谈 我们会制定个人的 这个 这个 整个辅导的一个 ISP的一个计划 那么我们会有专属的这个辅导员 来照顾你各方面的一个需求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 我们认为当一个大学去训练 你要开始去思考 我们从认识自己开始 然后开始要规划自己的未来 那所以在亚洲大学来讲的话 我们是大一呢 我们会希望 那么协助各位能够做一些 个人的兴趣的探索 那大二大三呢 那开始呢 运用课程 然后去理解摸索自己的质押地图 大三 那么希望能够 能够更清楚地建立自己 生涯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有各种的 适性的一个测验 就像各位可能刚刚完成的 质押探索 与共通知能的一个诊断 那我们在每一个年级 都有相关的一些测验 那根据这些测验呢 那么各位可以寻求 各个学系的质押导师 或者来到我们生涯局 生涯发展组的这个 质押的辅导师的 一个专业的一个咨询 那可以利用这些测试的资料呢 那么由这些 咨询师的一个协助 来了解 那么自己的一个 视性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我们也会办一些 讲座工作方 那另外呢 那么我们每一年 也都会有校园 真才的一个 就业媒合的一个博览会 那这是生涯亚组 相关的一个网页呢 那也希望 各位能够充分的一个利用 好 那么讲完了以上的五个 对于各位的忠告以外呢 好那另外有三件事情呢 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第一个 那么我们要学习在这个校园里面 那么要能够尊重 对于性别的一个差异 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视 性别平等的一个校园 OK 所以如果说 各位对于 这个 在这个 性别方面的 那么一些 不当的一些作为 那么 我们这个欢迎各位 也鼓励各位能够积极的 那么 那么像学务处这边 来提出 那么相关的一个 一个检举 那同样的 那么在所谓的霸凌的行为 那也是不应该被容忍的 所以对于校园的这个霸凌行为 一样的 我们会鼓励各位 一旦 那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呢 也能够跟学务处的窗口 来做一个及时的一个通报 那我们一定会秉持 那么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处理 那此外呢 每一个学生 那么 他的受教权都应该得到适当的保护 那所以呢 各位可以借由 这个我们的申诉的管道 那么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受教的权益 那当然这个申诉的一个窗口呢 也是在我们学务处 所以刚刚所讲的性贫 霸凌跟申诉 那各位可以充分利用 学务处的窗口 那么来 进行自己权益的一个维护 那最后呢 再呼吁各位 那么我们都大学生了 那么我们要更能够懂得尊重 那么智慧财产权 那不管是这个书面的 或者是电子资源方面的 那么要避免去侵犯 别人相关的一个智慧财产 那最后呢 那么让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共同经营丰富多彩的一个 大学生活 我是亚洲大学学务长赵少良 再次欢迎大家 谢谢 听完今天的新生入学辅导课程 你们有更了解了吗 那我们在这边提醒各位学弟妹们 明天早上八点十分 会有地震防灾演练 请各位记得在八点之前 抵达教室哦 再来这个礼拜的新生周 会有很多需要你们配合的课程与流程 请仔细聆听身旁学长姐 及工作人员的提醒与引导 最后如果大家对于主持 思议有兴趣或是想要学习调整仪态 以及带人接物的方式 都欢迎加入三帅清善志工社 今天的行神入学辅导再次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新生的参与 恭喜各位学弟妹们成为亚大新鲜人 我是主持人张神 我是主持人嘉伦 我是主持人玉云 我是主持人思雨 祝大家有个精彩的大学生活 谢谢